向周立院呢 上演了表决大战 想到人在中国的国民党立委 卢献宜居然能投票 那么对此呢 民进党团高呼要彻查 眉头深锁 双眼无神 国民党立委卢献宜 难掩皮态 因为立法院12号表决大战 他人在中国 表决气却亮起红灯 投下反对票 绿营炸锅 狂酸示范不再急投票 三天过去 本人终于反国自清 强调自己一无所知 而当天蓝绿都发布 甲级动员 卢献宜缺席 恐怕还得被惩处 我当然视线一定会请假 或假动一下没有请假的 一个所谓的裁量 所以还是可能会有处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这起事件出现认错人一说 议事人员误认其中委员 变成是把其他委员误认成 如先委员 我想这是有可能的 不可能都没有人找不出谁按表决器 我觉得这个是太不合理了 被点名可能被混淆的 有国民党立委图全集和丁学忠 不过三人外形比一比 除了皮肤又黑外 似乎没有其他共同点 再看看表决 SOP先有委员签到 再有议事人员将上头 有委员名字的专用卡插在座位上 插卡后表决器才能通电使用 接着本人按钮按出席 再按下表决 冲冲关卡 如线一连签到都没签 如何有表决卡能投票 民进党团十五号一早 发函立法院长韩国瑜 要求韩国瑜对冒名领卡 冒名投票等未造情势 说明清楚 彻查前因后果 不仅韩国瑜被质疑罗斯松 国民党假动也有六人缺席 分别是本次主角 卢献一以及林思敏 陈玉珍 翁晓玲 陈金辉 陈雪生 国民党除了要交代真相 也得赶紧锁紧螺丝 记者无权军交过方台北 昌明报道 好真的是火力满点 我们就来看到是国民党立委 徐晓卿 他潜入到大姑夫妻的受诈案 昨天徐晓卿声称说 在大姑结婚之后 两人就不相往来 结果就被民党立委黄杰 质疑他说谎 因为去年 这徐晓卿的造势 就是跟大姑合作 不仅如此 去年六月份 大姑还曾经发文 声援徐晓卿 对此 徐晓卿在今天也做出解释了 她说所谓的不伤往来 指的是大姑的老公杜姓男子 两人最后一次对话 是在去年十月份 实际上今天 徐晓卿情绪还是很激动 受访时候不断标出口 讲这些话到底有个 道理啊 今天犯罪的人 如果说是我老公的姐姐 跟她的老公 那自然就他们两个负责 才刚说心情蛮好的 立委徐晓卿越谈 大姑夫妇设诈案 越拉高分贝 因为前一天她切割 在大姑结婚后 已经不相往来 却被死对头黄杰抓包 自己说谎 去年她的造势场合 就是跟大姑合作的 大姑也发文帮她声援 再来她在选议员的时候 大姑甚至发文帮她 说我们家巧勋 结果巧勋还用 个人的脸书去按赞 看起来是互动非常密切 而且在这其中 都还有陆续的有参讯 叫做没有互相往来吗 所以我觉得许巧勋 第一时间说谎 就令人更加起人疑斗 这是我老公的姐姐的老公 我说的不相往来 是针对她 因为她在外面开公司 借钱 欠钱不还 那大姑她自己 毕竟她是我们家的家人 过年过节都还是会见到 徐晓卿秀留天记录 说的是大姑的老公杜姓男子 已经被对方封锁 讲说什么 她跟台中的副议长很熟啦 那我心里就觉得说超级 所以我就呢 私讯她问她说 请问你是跟副议长认识是吗 我现在要打电话 跟她查核这件事情 然后她后来又支支吾吾 然后她后续 然后又随便谎称 跟别人说有什么 镇兰宫专案 然后我就听到 我就说什么东西啊 根本就不认识镇兰宫的人 根本就没有这件事 她就说我跟你很熟吗 然后呢 你跟我有仇吗 学校新还原 和杜姓男子纠葛 气到不断爆出口 对话停在去年十月 但网红四叉猫分出大姑结婚时间点打脸 已经是2021年12月 将近三年前 我想来想去觉得 到底跟我X啊 你会知道你的老公的姐姐 跟她的老公 平常是在做什么工作吗 第一时间说早已不往来 徐晓鑫第二天出面 却秀出去年对话记录 留下疑点重重 记得曹天杳家庭 先访报到